请高部长 部长请 部长您早 这个本席很支持成立国防智库 这个是有其必要性 这个两岸军事发展到我们国军的建军发展的方向来看 这个步骤是一定要经过的 所以今天委员会很重视这个问题 我请教部长 这个智库成立 它的对外的名称叫什么 就叫国防智库吗 目前是这样子 请我请这个 整平时主任给您做这个详细 老主任 名称叫什么 这个智库名称叫什么 报委员 我们现在的运作方式是筹备处 所以叫做国防智库筹备处 我知道 未来 智库名称叫什么 未来如果行政法案通过以后 我们会有一个正式的像这个委员会 名称叫什么 目前没有 还没有定 就是国防智库筹备处 还没有定 是以后就叫国防智库还是名称还没定 现在暂时用国防智库筹备处这样子名称 那未来我们再来看这个 会再做提报 为什么到未来才要定名称呢 因为目前还没有这个正式的成立 国防智库 是 没有正式成立 你也有一个名称嘛 就我也报告一下 你这涉及这个行政法人的整个的组织法 那么 名字还没取 是 这个因为要透过地方 名字还没取就可以了 我就说句话 好名字还没有取 好好讲一下 大教主任 名字取得响亮一点啊 要要主动性积极性研发性好不好 好名称不重要 但是不能叫国防智库 名称就叫国防智库 我全世界没看到 所以我这个智库叫国防智库的 好不好 我要请教一下部长 是 这个刚刚哦 有几个委员问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这个智库的成立哦 未来残存的目标到哪里 他是不是定位是做一个对话的平台 交流对话的平台 是不是 这个智库 但是 但是还是有限制的 这个请我们副部长给你说明 好 严副部长 相伟委员报告 这个智库最主要要做 政策性的一个针对性的研究 研究能量以后 针对是哪一个 针对性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有分四个组 有战略研究 有安全研究 有军事研究 那么要跟其他的国家 或者是同样的性质的智库单位 进行学术交流 进行对话 所以他没有特定的对象 但他是一个 最主要是以政策跟学术为主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平台 不是 他研究的主轴是什么 是有关台海 西太平洋 台湾海峡的 以及我们的一个安全的问题 就是以台海的安全 为主 作为研究的主轴 是的 好 就这个 我要这个 好了 那以这个为主轴的时候 他是不是未来 因为你们设置了交流跟秘书组 对不对 没有交流秘书组 对不对 是的 显然未来要进行交流跟对话 是 这个智库不是只是我们自己内部进行研究就算了 不是 如果只是自己内部进行研究 现在目前国防大学很多都可以做了 是的 我们各单位都可以做了 是的 显然是要作为对外 是的 交流沟通对话的平台 是的 是不是 完全正确 这是他的定位 是的 副部长 好 要不要跟日本进行交流跟对话 这方面我们也要做 跟日本哪一些单位 这个我们在会话中 那跟美方呢 也会做 美国这么多智库 也要跟他们进行交流对话 智库平台 是不是 是的 好 那么要不要跟新加坡 也要 也要 是 菲律宾呢 我们有类似的智库 我们都会去联系 都会联络 中国大陆呢 呃 大陆方面的话 有些智库 我们也会去查明他们的那个性质 再做判断 好 所以 也不排除跟中国大陆进行交流跟沟通对话 是不是 跟您报告一下 我们所说的交流沟通是有它的选择性跟限制性的 我们当然要选择了 不是通通都说啊 是不是 是的 我们要了解它的底细 是的 了解它的性质 是的 然后我们愿意跟他们进行交流对话 换句话说 也不排除跟中国大陆的相关智库 进行交流跟对话 呃 这个问题我们会在规划当中考虑 很好 那么 既然是如此的话 这个对话要谈什么 呃 这方面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构想 还没有构想 是的 都完全没有规划 我们是政府单位 我们必须要有政策指导 啊 还没有想到 副部长 你跟部长两位哦 就是国防部的政策 你们两个人就代表政策 就是你们两位 跟委员报告一下 呃 呃有很多国家安全政策 必须要更高层的 那是当然 包括国安会 包括总统 这当然更高的了 好 那都战略层级了 但是一般国防的政策 到这个层级要请教 到底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跟中国大陆的智库 相关智库 进行沟通对话 显然当然是以两岸的和平 跟军事安全作为对话的主轴咯 我们不会跟中国大陆进行南北韩问题的对话吧 包括委员 这方面我们都还没有一个初步的构想 所以在此无法奉告 哎呀 这个 我们副部长 我晓得 我晓得 今天哦 这个两岸之间哦 你还没有这个构想 不过别人 美方已经有这个构想了 副部长 美方已经有这个构想了 来我给你说好了 这个美国AIT的台北办事处的 施图恩处长 他有没有代表性 有 他在这个月 这个月 他公开 公开 以全球议题下的 两台美双边合作 全球 议题下的 台美 中华美国跟美国双边合作 在这篇公开演讲里面 他提到了 美方 美方 支持 支持 两岸进行一个设计 非常严谨 非常严谨 的 CBS 进行两岸的 互信机制的建构 他也承认 这个机制的建构 必须两岸有共识 他也认为 这个机制的建构 可能会排除美方的参与 即使如此 美方还是要表达 只要有助于任何机制 维持两岸台海的和平跟安全 是美方所乐见的 如果有这样子的行动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我很关心的 他说美方仍然会根据 TRA台湾关系法 提供台湾足够的防卫性的武器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 本习认为 完全符合目前我们所设定的 我们的国家利益 如果两岸进行将来的 互信机制 CBS 或者进行对话 美方就因为 这样台海安全了 有进行 和平的架构设计了 不提供我们防卫性的武器了 这对我们是重大的伤害 但是即使这样子的设计方向 美方还是会根据TRA 提供我们足够的防御性的武器 这太好了 那我也注意到了 在北京 国财办的王毅主任 也公开表达过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 两岸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了 这个星期 不管在阿富汗也好 在南北韩也好 台海的和平跟稳定 欧巴马在接见 中国驻美大使的时候 也再次强调 美方 很重要 美方对于 两岸 维持两岸的和平 美方是热见的 而且非常鼓励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成立国防智库 试问 我们这个国防智库 难道不要进行未来建构两岸和平一个机制 一个对话 开始做规划研究跟准备吗 要不要部长 怎么副部长 你自己都退过去了 好 来请部长 我来说 向委员报告 两岸的政策 目前我们不管 我们这个智库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还是按照这个 政府的一个主轴 就是先经济 后政治 最后才会到我们的国防智库 这个部分还是一体的 这一点我很清楚 部长 非常清楚 所以现在 埃格法是经济部 打带前锋吧 这我了解 可是国防 的规划 不是说明天到了 政策下来了 我们才开始做准备 今天既然成立国防智库了 部长 这个没有什么好隐晦的 智库的研究 他研究的结果 绝对不是国防部的政策 也绝对不会是国安会要采习的政策 中间有大的差距 否则我就不要成立智库了 之所以成立智库 这些是一些 包括退役的将领 或者民间的学者专家 他们在这里面做了研究 研究报告可以给我们做参考 要不用 由决策阶层来用 但是这些规划 掀起的作业 必须要有 同时 未来 本习认为 两岸的CBNS 是必走的方向 要维持两岸的和平跟发展 今天符合我们中华民国国家最大的利益 也符合周边所有国家的利益 那要让这个和平跟稳定能够确保下来 这个双方建立互信 两岸建立互信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两岸的透明化 军事的互信 这一点没有建构下来的话 两岸的和平没办法稳固 但是这个建构 不要让美方 让日本 让周边亚太国家有疑虑 所以透过智库 去跟他们交流 对话 争取他们的意见 这是很好的事情啊 不要隐会也不要担心 这个中间没有什么好那个的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 所以为什么要先 现在就这样做 现在为什么要提醒 所以我讲了半天 你这要同意我讲的吗 好像我们有人把资料提供给委员了 所以你既然同意我讲的 前面就不要太 不要抗拒 这没有问题 部长你了解吗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先成立的筹备处 他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啊 是一个研究非常前卫 很前就位的 当然现在角色不一样 角色不一样 但是你有过去这么多的研究的基础 我也相信 在您跟高部长两个人合力之下 还有包括我们 廖主任 您长得很帅 站过来一点 长得很帅 共同组织这样 这个智库 我的期待是很高的 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第一线的对话跟沟通 就靠这个智库 所以部长 智库的人选 要慎平 要慎平 好不好 好我的时间到了 我们廖晚录委员站起来了 我很喜欢让他站起来 我想站起来的话 我的时间到了 赶快结束 好谢谢